公读圣保禄宗徒至哥罗森人书 弟兄姐妹们,在一切美德之上,尤其要有爱德,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 要使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你们蒙昭属于一个身体,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所以你们该有感恩之心,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该因主耶稣的圣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胜负。 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心去做,如同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要从主领取产业作为报酬,你们服侍主基督吧!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上主,群山尚未诞生,宇宙尚未出现,你就是无始无终的天主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你命世人归于灰土,说,归来吧,亚当的子女 因为一千年前在你眼前,就好像刚过去的昨天,又像夜里的一根时间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求你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岁,使我们学得内心的智慧 上主,求你回顾,上代何时 求你快来连续你的仆役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使我们清晨就保详你的慈爱,欢欣鼓舞,天天愉快 使你的仆人得见你的工业,向他们的子孙彰显你的荣耀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阿雷路亚,阿雷路亚 愿上主日日受赞美,祂承担了我们的重负,祂是救我们的天主 阿雷路亚,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那姓您同在 攻读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惊讶说 这个人从哪里得到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呢 他不是木匠的儿子 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 他的弟兄不是雅各伯、洛瑟、西满和犹大吗 他的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本乡本家之外 没有不受人忠敬的 因为他们不信 他在那里就没有多行奇迹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曾经看过一部大概二十多分钟的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真人短片 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一对中年夫妻 他们有三个小孩 最大的可能六七岁 最小的还在婴儿车里面 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平淡而疲惫的婚姻生活 使他们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激情和对生活的乐趣 有一天 忙碌的生活结束之后 这对夫妻终于有一点时间 两个人可以坐在餐桌前 一起共进晚餐 他们无意中通过自己家的窗户 看到对面楼层刚搬来的一对年轻的新邻居 正在打情骂俏 彼此缠绵 很是羡慕 时间如说 转眼从夏天就到了冬天 一天 女人推着婴儿车进到家里 看到男人悠闲地坐在窗户前 还时不时地望向对方 对面邻居家的方向 因为对面的邻居家里正在聚会 看起来很是热闹 此时女人积攒了很久的怨气 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说道 我一个人一整天带着几个孩子在动物园里面 还下着雪 照顾他们吃饭 为他们擦鼻涕 而你现在坐在家里 却悠闲地欣赏着别人家的生活 羡慕着别人 我知道我无法已经回到原先那个样子 但是你羡慕别人家庭的样子 让我很伤心 让我很难过 后来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以拥抱和解了 可是从此之后 这个女人心里就留下了一个疙瘩 在以后的日子里 这女人会时不时地也把目光 透过自家的窗户望向邻居家的方向 因为她也很羡慕邻居家那种幸福的生活 有一天 当女人再次通过窗户望向邻居家的时候 发现邻居家中的年轻男子被别人裹着白布 推了出去 原来这位男子去世了 女人看到这一幕 然后匆匆下楼 看到邻居泪流满面的年轻女子 女人就上前去安慰那位年轻女子 却没想到她竟然被认了出来 年轻女子说 我的丈夫病得很严重 现在她走了 我们非常羡慕你 你有可爱的三个孩子 我们还看到你和先生一起给宝宝喂奶 这时年轻的女子已经泣不成声了 而那位女人也哽咽 说不出一句话来 站在原地 原来当他们通过窗户 羡慕邻居生活的时候 他们对面的邻居 也通过窗户 羡慕他们的生活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一直控扰女人烦恼的家庭琐事 竟然成了邻居奢求不得的幸福 女人幸福的拥有可爱的三个孩子 还有一个努力赚钱养家的老公 虽然生活平淡 但却美满幸福 可是他身在福中 却不知福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总在仰望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 却发现自己正在被别人仰望着 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只是你的幸福 常常在别人的眼里 一味仰望别人的幸福是徒劳的 看到自己的幸福 才是人生的真谛 劳工主宝 大圣若瑟 没有抱怨自己的工作繁重 反而在工作中 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提供了圣家生活的所需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幸福 拥有耶稣 和圣母 圣母玛利亚也没有抱怨大圣若瑟 无法提供给他富裕的生活 反而精心照顾着圣家 因为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幸福 拥有若瑟和耶稣 耶稣更是没有抱怨自己出生在平淡的家庭当中 反而努力使家庭更加幸福和快乐 因为他来就是要带给人永恒的幸福和快乐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你在你的生活中 工作中 是否也常常羡慕别人 而忽略了自己本身所拥有的幸福呢